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色生死恋 冬日恋歌没法比 剧情让人无力吐槽 可孙玉珍美得让人无法寄句 年轻时的孙玉珍呢 曾经验了时光 现在她意见美得大方 优雅 迷人 接受父母赐予我们的一切 坦然接受衰老 这是时间的馈赠 对于演员而言 脸上的皱纹也是孙玉的沉淀 真正的美应该是强大内心散发出来的自信 今天 孙玉珍发文热爱 开心死了 一直在想 玄冰这么优秀的男人到底会便宜哪个小蹄子呢 竟然是玉珍偶膩 太甜了 配一脸 玄冰和孙玉珍真的是很配了 感觉是两个得志体美劳都很优秀 人美心也美 两个人走到一起 要一直走下去哦 多一点神轩见旅 这个世界也多了点美 孙玉珍在我眼中一直很优秀 长得漂亮 演技也好 这么多年 事业上上进心一直很强 做人也很低调 现在又找到了班派的帅哥结婚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恭喜 再说 回到她年轻时的颜值 年轻时的孙玉珍 简直是标准的小说女主脸 笑起来眼睛里有星星 和年轻时 陈情初恋般 精英剔透感的少女美相比 年纪渐长后 女人味十足的风情美 更让人欲罢不能呢 中国有刘天仙 南韩有孙仙儿 说起孙玉珍 大家都会有初恋的感觉 孙玉珍年轻的长相不是很标准的小说女主长相 却是清纯 无害 很舒服的女主 笑起来两眼弯弯 眼睛亮亮 清新的 空气都散发着清朝味 孙玉珍的眼神真杀人 浮生六计 云娘说 美人当有孕之 孙玉珍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撩人 眼睛会说话 一花也缭乱 不是吗 她让我怀念起了往昔 这是最高级的美丽 孙仙孙仙呢 还是有道理 她就是仙女下凡的模样 年轻时的孙仙 就是我心里的颜值天花板 一齐绝尘的那种美 真的像迪士尼债套公主呢 作为南韩的颜霸孙玉珍 也是自带仙气 不仅仅身材好 颜值高 而且本身的气质呢 也是非常出众 在韩剧中 彰显出强大的女王范 撕下着她 更是给人一种不适人间烟火气息的小仙女 如今已经38岁 她看起来依旧是少女感爆棚 真的是 美的骨子里面去了 孙玉珍所拍摄的广告 大片花絮曝光 单单是看到状态和肌肤 都丝毫不敢让人相信 孙仙已经38岁 从海拔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孙玉珍一袭挂搏离衣裙 搭配微卷的长发 整个人看起来也是甜美 而又不是少女感 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 简直是美得爆了 即便是在动图的情况下 也是满满的少女气息 孙玉珍身穿白色长裙 吊带和小围衣领相结合 更好地凸显出她精致 好看的锁骨和白心完美的小相间 不论是低着头浅笑的孙玉珍 还是做出挡着太阳的她 看起来都是自带仙气 如果说 一袭白裙再深 则是给人仙气爆棚感 那么 身穿灰色背心 搭配运动裤 扎起高马尾的孙玉珍 则是化为活泼运动范十足的女神 这优越的天鹅颈和完美的小相间 简直是绝了 轻轻又拉上 立起了 她看起来也是自带气质 真的是又美又鲜 在驾驭起 直炒精英饭的孙玉珍 则是霸气全开 一袭米白色西服套装 搭配微卷低马尾 轻松一道猪的慵懒甜美极实感 做出涂抹口红的她 再笑起来 时候呢 也叫好中和了这种帅气感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甜美优雅 不愧是大家心目中的孙仙呢 即便是在动图下依旧是美艳十足 身穿抹熊纱裙 扎起高高的丸子头 孙玉珍则是瞬间化身为了岩霸 在轻柔飘映的羽毛和薄纱进行勾勒下 更好地凸显出她仙气十足 特别是当孙玉珍闭上眼睛的时候 格外的像小精灵 拿着化妆镜子 她则是细细端详着自己的妆容 果然 好看的人随时随地都是美 特别是当孙仙回眸的视乎 在极具仙气的特效下 反而看起来更加灵动飘逸 在高清怼脸拍镜头下 她也是超级美 白皙水润的牛奶鸡 哪像是38岁呢 但换上衬衫搭配西服裤之后的孙玉珍 则是干练知性小仙女 本身白色的衬衫 都是给人一种清爽坚决的极致感 微微敞开领口 反而能够打造出她的气质和解灵犯 扎起高高的丸子头 她更像是曼妙的少女 不得不说 不论是职场造型还是仙气十足 亦或是甜美造型 孙玉珍都能轻松hold住 在前段时间里呢 一袭香槟色深微长裙 现身的她则是给女人味当中 带着小小的性感 完美地诠释了优雅知性女人的饭 其实孙玉珍一直都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姐姐 孙玉珍不是镜头前美丽 脸素颜也很好看 孙玉珍38岁 状态超级好 综艺大方公开素颜 对着脸拍摄也不怕 爱的破匠 北韩戏份 孙玉珍几乎素颜上阵 化妆师说 孙玉珍好看 只是因为她是孙玉珍 孙玉珍爱的破匠素颜上阵 化妆师说 化妆好看 只是因为她是孙玉珍 之前爱的破匠爆胡时 孙玉珍的化妆师曾在采访中透露 拍摄北韩戏份时 孙玉珍几乎全是素颜 因为破匠北韩 在那样的情况下 如果化妆 反而会显得很奇怪 不过 好在孙玉珍底子好 素颜也完全没有问题 化妆师表示 本身就好看 为了表现出 顺理自然的样子 她没有用腮红 连阴影 睫毛膏都没有用上 在荧幕上 是孙玉珍最自然的样子 为了营造真实感 孙玉珍很多戏份呢 都没有做发型 像是洗澡洗脸的戏份 孙玉珍就让头发自然的散落 也几乎没有上妆 连化妆师都惊讶 想说 这真的可以吗 化妆师哪里透露呢 爱得颇将爆红后 有很多客人都去找她 说 想要化跟孙玉珍一样的妆 但化妆师很无奈 妆容好看 只是因为她是孙玉珍 对不起 我真的无能为力 化妆师真是太诚实了 根本神补刀呢 孙玉珍素颜美图 聚光灯 妆容弹道几乎看不见 其实 孙玉珍早期的剧 也有很多 近素颜的妆容 像是2008年的聚光灯 孙玉珍饰演的一名社会记者 从当年的剧照可以看出 孙玉珍的妆容非常淡 一样也没有化 什么腮红或是睫毛 连唇膏颜色都不太明显 但就是因为 这么清淡的妆容 反而凸显了孙玉珍身上 那股舒服的气质 而且仔细看孙玉珍的脸 会发现她的五官很漂亮 眼睛大 但是却温柔 没有攻击性 就连女生也会喜欢的类型 加湿服一体 皮肤紧致又白皙 状态超级好 之前 孙玉珍出演综艺 加湿服一体 曾经展现自己的家 在节目中 也是接近素颜的打扮 和李生姬 录心才 一起敷面膜时 可以看出 孙玉珍脸上 几乎没有抹任何东西 皮肤红润白皙 孙玉珍的皮肤是真的很好 感觉没什么毛孔 又很紧致 当孙玉珍开朗一笑的时候 身上那种自然美 真的很耀眼 镜头对脸拍 也不怕 竟然不满意自己鼻子 更久以前的采访中呢 孙玉珍几乎是素颜上阵 虽然有点小小的黑眼圈 但状态还是很好 采访中 孙玉珍表示 她很满意自己的眼睛 但觉得自己鼻子有点大 不大喜欢自己的鼻子 结果摄影师呢 就故意把镜头拉近 对着孙玉珍的鼻子拍摄 不过好看的人 是不怕这种高清镜头 就算拉得这么近 也还是能看到 孙玉珍的无死角美貌呢 外貌几乎都没变 美了一辈子的漂亮姐姐 早期 孙玉珍还有各种 近素颜的照片 可以看出 从以前到现在 孙玉珍的外貌 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真的维持得很好 除了天生就好看 也是因为 孙玉珍一直坚持运动 努力健身 才能一直维持着 美美的体态和外貌 这也难怪 只有她能迷的 男神玄冰了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了 大家喜欢孙玉珍吗 喜欢她的哪部作品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